许怀玉近期参与大陆综艺节目 疑似因为练习时间不够 在公演时一直偷瞄其他成员的动作 在网路上引起不小讨论度 甚至有知名编剧在网上发文 痛批节目团队是在职场霸凌 趁机趁许怀玉的热度 那时候许怀玉也发文透露自己的心情 并再次感谢粉丝们的陪伴 表示有大家他会更好 而在19日公布名次时 他得到第27名 成为最后一位晋级的人 当下知道排名后 徐怀玉也马上落泪 并表示他认为自己可能应该是最后一名 要赶快离开这 也觉得应该是自己拖累大家 有一种愧疚感 但也很谢谢大家给他这个机会 而节目播出后 也让不少网友很心疼 甚至有人发现 当大家都在休息区中间社交时 只有徐怀玉坐在最角落 整个人看起来很落寞 也再次登上微博热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